你好,我是佳龍露營用品的小虎 像這個是我們家耐水壓1萬的 1萬水壓到1萬水壓的布料 然後我們現在要用最實測去試它的耐水壓 就其實在營地最快就布料積水 然後當然我們就以最嚴苛 布料在裝滿水的情況 我們去看看它的水壓 然後其實你可以看 佳龍1萬水壓CA的潑水性都很好 然後我現在就把布料一直裝滿水 裝非常多的水 然後如果是滴水壓的布料 可能這時候水就開始生透過去了 所以佳龍給你的布料都是足的 然後我們觀察一下布料的耐水 的潑水線 它都有非常好的潑水線 然後當然在營地搭機 還是要讓布料搭的平整 減少布料的老化 那我現在已經裝了一個非常多的水 然後我現在看實際的狀況 好 因為它現在殼很重 停不開起來了 我把它翻起來了 我們來看 那我裝了這樣一暗的水 很重 完全一滴水都沒有滲透 它還是乾的 所以像布料能達到這樣的水準 在山上布料還是會濕的話 那個就是濕氣附著造成 所以像很多3000水壓 2000水壓 或很多其實起到4000水壓 它們的水壓萬一不足的話 或是它實際 可能水壓 我遇過很多的布料 它水壓寫得很高 但都沒辦法達到這樣的水準 你看我這樣抓了這樣的水 都還是乾的 然後我現在要把水倒掉 我看一下水量有多少 這麼多的水